2015年第44題 現在有兩個袋子 E和Q E就裝著這個叫做 2項 Q是1項 至於6球方面 這個就是4-6 這個就是3-6 這個就是情況 現在就做了兩個步驟 首先選一個袋子 然後再選一個球 其實就是我平時經常講的 你選一個袋子 你有2分之1機會選P 2分之1機會選Q 無論你選P還是Q 你都可以選什麼 可以選紅為1-6 如果你選P袋子的話 紅球的B就是2-6 Q袋子的話 紅球的B就是1-4 現在要計6石 所以先寫分6石 這個就是4-6 和3-4 接著就用橫成值加 2分之1 機會抽到P 但是你要再過多一關 要抽到6球 所以就會2分之1 乘6分之4 另一關就是2分之1 乘4分之3 橫成值加法 看一下計到多少 我計到是17 24 答案不夠 OK